嗨 各位 欢迎回到金木小厨房 今天我们来分享很香浓 而且还很低卡的南瓜汤 我们一定需要用到的就是一个 大功率点的破壁机 或者是豆浆机这种工具 这样才能把这个南瓜汤打得细腻顺滑 才更好喝嘛 那其实这个南瓜汤呢 我们家入冬以来已经做了很多回了 然后我一直没有想好 怎么来给大家分享这个菜谱 然后在上周我常跑的时候呢 就是一边回味着这个味道 然后一边我就终于想通了 除了分享菜谱本身呢 我还会分享甜咸两个搭配的方式 然后一顿喝不完的这个剩南瓜汤呢 咱们还有三款绝妙的搭配 总之就是一次长跑五个菜谱 我们就马上开始 这个南瓜去皮我们需要把它切片 然后还需要准备一些洋葱啊 蟹味菇啊 胡萝卜和大蒜 这些配菜的份量呢 和南瓜大概是一比一即可 这些食材呢必不可少 因为它会让这个南瓜汤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 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厚甜 也会提供更多的蔬菜精华和更饱含纤维素 一般的这个豆浆鸡破壁鸡呢 它在做这种浓汤的时候呢 它都是把这个食材先加热煮熟 然后再把它打碎 它虽然熟了 但是它的香味没有那么浓 下锅翻炒一下 让这个高温来激发出这个蔬菜的香味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食材都进行切片 就是那种你炒菜能够迅速炒熟的这种片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下锅一起翻炒 大概炒个三五分钟呢 你就能看这个南瓜片明显的变身 然后变转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能够文件炒菜这种香气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锅里的这些食材转移到你的破壁机里面 牛奶的量呢就是跟这个食材齐平 不要没过它就可以 这样做出来的汤呢 是那种浓稠有支撑力的汤 更加厚重一些 是冬天应该喝的汤的感觉 再加一点海盐 就能够激发出南瓜的甜味 我们就可以开始搅拌了 趁这个机器忙活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做一下这个甜咸的搭配 那做好这个南瓜汤呢 上面放什么就会至关重要了 像我们家这个甜挡和咸挡分得非常明确 所以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分享 我甜挡用的热桂苹果和咸挡用的培根碎的搭配 咸口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培根碎 把这个培根切条之后上锅里头 小火翻拌着肩上焦色就可以了 这个甜口呢我就选择用这个肉桂粉 和这个苹果的小块一起翻炒一下 这个香气我跟你说 在冬天闻真的太治愈了 把它们就分别放在这个南瓜汤上面 甜口的这个南瓜汤呢 搭配了肉桂味苹果 它闻起来香味更足 就更加治愈 在你没喝之前你就已经沉迷了 这个咸口的南瓜汤呢 因为这个培根碎会在吃进嘴里的时候 让你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这个培根的颗粒在嘴巴里面就嚼一嚼就会回味很久 就是尝过彼此的之后就更加确认自己是天当 你像这个一顿喝不完的南瓜汤呢 你就可以把它灌进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冷藏保存 大概可以保存三天左右 不会坏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南瓜酱汁 接下来呢分享三款特别妙的搭配 那第一个呢就是搭配剩米饭 我还会再摆上一点点肉肠什么的 然后浇上厚厚的一层南瓜汤 再用这个奶酪碎封顶 送你烤箱180度15分钟 出炉呢就是这种啪啪香的南瓜焼饭 哦你看这个拉丝 这谁顶得住啊 还可以用它来调味意面 依然是这个培根碎 先下锅炒出油分 然后我会放入蒜片一起 炒出香味之后呢 加入了这个煮好的意面 混合均匀之后 快几大勺这个南瓜汤 来今天混合调味 记得一定要额外加一些盐和胡椒 来调味才够味哦 这个南瓜意面就完成了 这个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就错不了 最妙的这个呢 我放在最后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南瓜汤味的黄油 当你只剩下一口口南瓜汤的时候呢 你可以1比1搭配一块黄油 先在锅里呢 我们先加热这块黄油 然后你还可以添加一些自己喜欢的香草 比如说这里我放了百里香和迷迭香 等它们充分融化之后呢 到剩下这一口口南瓜汤 保持中火 这样让它一边搅拌混合均匀 一边蒸发掉南瓜汤里面多余的水分 当你看这个锅铲滑过锅底 它不会马上再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们装进一个小盒里边 放进冰箱冷藏一夜 这个南瓜黄油就做好了 看着其貌不扬吧 但是呢 你把它抹在这个复烤之后的面包上 哇 你看这融化度 你看这色泽 简直了 真的巨好吃 语言太匮乏了 真的没法形容了 就没有想到南瓜汤 它居然能够变得 跟黄油融合之后 变得这么香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 你不喜欢南瓜 或者是你们家刚好没有南瓜的话呢 以上的这五个菜谱都可以用红薯来替代 如果你非常喜欢南瓜的话呢 欢迎你回顾上一期我分享了 更多的南瓜料理 那希望呢 今天这一期节目 总有一款能够出到你 如果你觉得很赞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一件三连哦 这对我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